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女子車流 我是安竹 台灣的電動車越來越多 可是光充電規格就分成快充、慢充 每一家車廠可能又採用不一樣的規格 像是美規、歐規、日規等等 甚至在台灣有一個很神奇的現象 可能同一家車廠同時有不同的規格 像是Tesla在台灣 就有他們自己開發的TPC 以及新引進的CCS2 就是歐規的 這也讓很多車主想說 如果買了電動車 充電時可能會遇到什麼樣的問題呢? 今天的你想看什麼呢? 我們就來聊一聊 充電規格、台灣的規範以及市場狀況 充電規格依照速度 分成第一種DC直流快充 短短時間大大補電 譬如15分鐘就可以補充60%的電量 第二種則是AC交流慢充 則是細水長流型 一般的家用充電座或者是公用停車場 都是慢充 也是一般大家比較常使用的補電方式 通常從零 充到滿電 需要大概6到10小時 等於說人在家裡睡覺 車也跟著停著充電 目前北美、歐洲、日本、中國 都分別有自己的完整一套 直流跟交流的充電規格 但是在台灣呢 卻是百家證明 什麼規格都可以非常的開放 其中因為美國跟台灣的電網環境比較像 所以在台灣快充來講 就可以看到美規的CCS1是最多 一些車廠像是Porsche、Aldi、Mercedes、BMW、Jaguar等等 雖然是歐洲車 但是為了符合台灣的多數環境 也都是引進CCS1 但是 當規格不同一 而且分布不均 除了第三方充電服務商來蓋充電站之外 有些車廠也自己跳進來蓋充電站 可是可能會限定說 只有我自家的電動車才可以充 對此 對有些車主來講 可能就不是那麼的方便 譬如說有些人可能很難找到 適合的充電規格 就算找到了 也可能因為品牌不符 而沒有辦法相容導致充電碰壁 對此 台灣的標準檢驗局就初步規劃 好吧 2023年開始 我們就來實施CNS直流充電標準 剛剛說的美規、歐規、日規、中國規都可以 可是等等 大家留意到了嗎 在台灣有90%以上的電動車車主 都是使用Tesla的TPC充電規格 但是這套規格卻沒有在目前的規範裡面 這樣不就等於說 Tesla的TPC充電座 只可以蓋到2022年底嗎 為了符合台灣規範的走向 Tesla趕快宣布 2021年8月以後的新車 都是載引進歐規的CCS2 等於說未來有機會買到德國製造的Tesla 而目前的TPC充電樁 也都會陸續裝上CCS2的充電槍 等於說一個充電樁 同時會有TPC還有CCS2 而未來也會再增設 專屬於CCS2的充電樁 至於為何是CCS2而不是CCS1 主要是因為Tesla 目前沒有CCS1的相關產線 說到這邊 TPC的車主就有疑慮了 如果未來TPC在台灣越來越視為 那會不會影響到我的二手車架 而未來Tesla的新車 包括Model S3、XY 都是CCS2 會不會對於TPC車主來說 停車時就必須把一些格位給分出去 導致權益受損呢? 而對於採用CCS2的車主來講 台灣畢竟還是以CCS1為大宗 那未來如果長途旅行 需要快速補電的時候 會不會就沒有那麼的方便 長期下來還是得仰賴慢充為主呢? 最後總結一下 第一個 我覺得台灣開放各個充電的標準 讓各家車廠都有機會 引進電動車到台灣 對於台灣的消費者來講算是還不錯 因為有更多的選擇 但是在充電樁的分布上 除了有第三方充電服務商 像是蓋甲油站一樣 廣設充電站 車廠我覺得也可以笑話荷蘭那樣子 不分廠牌都開放給各家的電動車使用 如此以來才可以讓電動車快速補電這件事情 可以更友善的落實到生活當中 再來 台灣政府現在正在草擬的CNS快充標準 如果可以把TBC也納進來 對於現役車主來講 也是更直接的服音 比較不會產生一些雜音 以上就是這次的分享囉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樣的想法呢 都可以在下面提供我做新影片的靈感 或者有什麼樣的東西 都可以繼續一起討論囉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別忘了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是女子秋流的安竹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